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安排给我律师团用的 现在就教会你全权使用 至于桌上那些档案 是我的律师团针对丽雪的官司搜集的资料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真的太感谢你了 为我大家所做的一切 谢谢 能够为丽雪尽一份心力 是我的荣幸 对了 丽雪跟我提过 你要竞选参议员的事 到时候 我一定会替你全力拉票 把你送进议会 现在 你先专心打赢这场官司 如果需要人手 我的律师团随传随到 谢谢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一定会请梁公子帮忙的 不过呢 我已经请了另外一个帮手 哦 嗯 我 志豪 我想起来了 你是去年本市的青年十大律师 还是我亲自颁的奖呢 哦 惭愧惭愧 我和志豪我们是同一年毕业 这个十大杰出律师 却晚他一年才选上 气不气死人呢 好 真好 有你们两大律师联手 立取的案子 我就可以放心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打电话给我 梁公子 如果我不能为我大家平反的话 那我这个律师 干脆就别当了 是 说得对 为了不让我们律师界痛失英才 这场官司赢定了 看你的了 加油 嗯 就是你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锦里学的资料 都在这了 辛苦了 谢谢了 不客气 这条链子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这么严手 大妈 大妈 快回来 真好 快回来 快回来 真好 真好 就是这把刀 它就是插在沈兵的胸口 直接造成沈兵死亡的那把凶刀 上面 有力学大捷的手艺 有力学大捷的手艺 看来 对大姐最不利的 也就是这一点 对 哇 怎么这么弱的 突然家里都我朝震兵 那我非准备了 令人体勇敢 你自己来 兽活着 让你帮忙 你有什么事 你有什么事 你帮忙 我跟 Marco 我过去 看你 你不知 在这个门口 确实看到了丽雪大姐手持胸刀 而胸刀呢 正插在死者沈斌的胸口 这个是命案唯一的见证人 他的证词 而且胸刀上 确实留有丽雪大姐的指掌纹 再加上景家和丽雪大姐 与死者沈斌诸多的薪酬旧恨 那么就使得丽雪大姐 有了杀死沈斌的动机 所以这个命案 对丽雪大姐极为不利 得得 你刚才说 这个旅馆伙计张阿松 目睹大姐 双手合我胸刀 而这胸刀正好插在 死者沈斌的胸口 对啊 张阿松是这么说的 张阿松说的是 他目睹大姐 双手合我胸刀 而胸刀正插在死者沈斌胸口 对啊 这不也证实了 张阿松他并没有看见 大姐正持胸刀 插入死者沈斌的胸口 不是吗 对啊 温德 或许 咱们可以用这个皮夹 为大姐辩护 那 正好 绿水的案子 这几天你调查的怎么样 你大姐绝对不会杀人的 她绝对不会杀的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为了大姐的事 我在警局资料室 看见一条项链 什么 什么项链 我印象当中 是母亲一直戴着的 金框当中 有个宋子童娘 那是宋子娘娘小神像 怕是你奶奶 祈求菩萨 保佑咱们几家 能天安满海 特意送给你妈的 还是我亲手给她戴上的 怎么 这和丽朱的案子有关吗 据我所知 这条链子 可能已经被沈兵给强占去了 怎么说 你想想 当年 他们离开咱们家没多久 带走的钱财 就被沈兵挥过一空了 那链子 还能放在你妈身上 好了 没事了 只好 只好 只要能为你大姐 洗情冤屈 有什么事 你尽管找我 记住 你大姐绝对不会杀人的 这一点 你应该比我清楚 希望丽雪会没事 希望丽雪会没事 你爸爸说得对 那东西 在我离家后不久 就被沈兵拿走 我为了抢回他 还被沈兵毒打了一顿 你看 现在伤疤还有一颗 那我知道了 只好 你大姐绝不是杀人凶手 你一定要替他洗脱罪名 这些话你刚才已经跟我说过了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你大姐一手带大的 这还需要你说吗 只好 还有什么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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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走了啊 好好好 慢走慢走啊 满意再来 满意再来啊 哎 闺女啊 哎呀 近两天 你有堕王志冢家里跑跑啊 她姐就要开庭了 这事你千万不能忘了 你说这次志豪会不会 把这场冠丝打赢呢 应该会的 志冢跟我说 志豪哥啊 这两天天天往外跑 给丽雪大姐找线索 天天三更半夜才回来的 那就是说有希望了 哎呀 奶奶的 总算老天爷障眼了 爸 爸 你说 等丽雪大姐无罪释放了 就让我和志冢订婚 可是我觉得 要等妈回来 咱们一家团圆了 这样订婚才有意义啊 我看希望不大喽 哎呀 爸 你怎么那么没信心呢 你不是说 你一定要等到妈回来的吗 哎 你说的有道理啊 嗯 哎呀 也可能 她晚上打这里经过了 对 哎 闺女啊 你看啊 我们平时呢 都是九点钟打烊 现在该到十二点钟打烊 他奶奶奶了 哼 我就不相信 我等不到你娘 就这么定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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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